接下來的話呢我們要來撰寫那個第二個就是在 一樣是寫在module2裡面 不過請各位特別小心就是因為我們現在 在Excel裡面都有寫VBA 那如果有寫VBA的話 請特別注意就是 啟動的時候一定會有起用內容 也就是你那個起用內容請務必一定要按下去 如果你沒有按下去的話 那你 VBA的部分就不能正確執行了 你後面做的都不OK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把它關掉重開 然後重開的時候呢它起用內容又會跳出來 所以請特別特別小心 反正你一開啟的時候只要以後你只要寫VBA 一定呢就是要把起用內容給打開就是這樣而已啦 OK大家知道原理原則 然後再來的話呢我們就要寫那個後面的部分 VBA部分 首先待會我們要做類似錄製錄集的 功能 只是說錄製錄集是 Excel幫你產生的 但是如果你總不可能說以後什麼都用錄製的吧 錄製什麼你也搞不清楚 那另外的話你也沒有彈性啦 假設你要做的事情 錄製聚集它所 幫你錄下來的程式 其實不符你的使用 那你需要做調整的話 你至少要看懂裡面的程式 並且做一些程式的修改吧 OK所以待會的話呢 我們其實就是怎麼樣 把錄製聚集同樣的功能變成我們自己寫的VBA OK 那其實有點類似像這樣 你按下串接 它一樣會出現 只是說這個是上個禮拜錄製的 清除是上個禮拜用錄製的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是自己來寫 那我們要寫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 我如果今天希望呢 按下這個按鈕自動幫我把 大概有幾個不同的做法 第一個就是把公式 一樣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第二種做法是 我不是輸出公式 我是做完之後把 0911這一串 電話碼 不是公式 直接就把最後那個得到的電話碼 直接就產生丟到儲存格裡面 大概會有兩種方法 那至於怎麼做 已經下課了 不然我們 請各位先把那個 自定函數部分 先熟練 然後待會我們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如果你是貼的 我一看就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邊 後面會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 空白底線 有沒有 你會發現為什麼這邊會分成兩行 因為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個程式 比較容易長 那如果比較冗長的話 之前就有同學問到說 老師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什麼呢 把那個 這一行程式 因為他可能寬度不夠 他可能會變這樣子 變成右邊的程式看不到的話 那勢必你就變成要捲過去才能看到右邊的程式 所以他說老師我可不可以 就是 可以把那個程式變兩行 是可以啦 可是問題你不能隨便亂按Enter 因為你按Enter的話你會發現 他會變成說紅色的字 特別注意以後如果你要把一行程式變兩行的話 他有一個 規則 這個規則就是說 請你找到那個 比如說我的習慣是 那邊的 然後 那邊的 那邊的 這個空白 在右邊的空白 多一個東西 叫做底線 underline 空白的右邊 多一個underline 你就可以按Enter 這個underline 非常 非常重要 Enter 之後的話 那你一開 他就會把 下面一行 當成 上面 跟上面一行 串在一起 所以這個underline 那有點是什麼 把上一行跟下一行當成同一行 但如果你沒有這個underline的話 他就出錯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 那這個順便講一下 因為我發現有些同學 是直接 參考我 雲端上面的城市 雲端上面的城市 跟我剛剛打的 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這個underline OK 那以後你應該有遇到類似狀況 就是城市會越打越 越 長的時候 那如果你要把 城市變成兩行 記得 就是這個地方 加一個underline 就可以了 底線 OK 好那接下來的話 再來就是 如果我今天 希望 寫一個VBA 程式 那這個VBA 程式我希望 有點類似 像 像這個 錄日聚集的 這個規則一樣 按下去 自動全部 幫我填滿 可是我不是要用錄日聚集 而是要自己 寫出來的話 那 該怎麼寫 OK 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學習 VBA的第二種寫法 叫做SUB 那寫的位置 特別注意 各位還是寫在哪裡 一樣寫在module2的下方 寫在這下 那寫的方法 也 不難 因為剛剛是 Function開頭 然後空一格那個名稱 那我們現在 如果遇到按鈕的話 請你特別重要 就不是Function 而是SUB 那名稱的話 給他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這個名稱你可以自己定 我希望是 假設我要輸出的是 門號資料 只是說門號的部分 我希望輸出的是公式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加一個underlight 加一個公式 假設我取這個名稱 門號底線 加一個公式 就這樣 SUB指的是 在VBA裡面 它是一個 副程式 SUB 副程式 然後名稱叫什麼 門號公式 輸入完之後按Enter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 一樣 它會自己幫你加個 瓜5加一個 End sub 那程式寫哪裡呢 Seed就寫在 End sub的上方 Sub的下方 那一般習慣會按一個Tab 在這底下寫 那接下來的話 我要把公式丟到哪裡呢 丟到這個儲存格 裡面 那這個儲存格 我們怎麼去 去 這個這個給它 就是定義它的那個位置 特別注意 接下來你可能要再多學 一個名稱 一個物件的名稱 就是儲存格 儲存格的話在VBA裡面叫Sales Sales加S 不是那個 那個 業務員 這個Sales 加S指的是所有 一個集合 指的是這一個工作表裡面的所有儲存格 那如果我想要指定的是這個位置 叫114的話 請你加個錢瓜糊 那給它 哪一列 哪一欄 那哪一列哪一欄 剛好就會對照到這個位置 所以 這個是第幾 特別注意喔 Sales要給的 記得喔 它會先 跳出來是Rowindex 指的是哪一列 那就第四列 有沒有 我們要輸出到這裡 那逗點 哪一欄 Colorindex 哪一欄 OK 這一欄的話 它有幾種表示方法 你可以給數字 比如說你用數字的話 當然就第五 第五欄 或者另外一種 這個方式 就是說你可以用什麼 用一欄 那你一欄的話 記得是一個文字 所以前後一定要加雙以後 那我比較建議 用那個一欄 這個啦 因為至少會看得比較清楚 不然的話 將來呢 你的那個欄 假如說比較後面的話 像什麼 像X欄 X的話 你可能要用數字 你要算嘛 X是多少 你要開始說 ABCD 算了 你就直接給一個X就好了 OK 然後呢 後面加個等號 等於什麼呢 等於 那你就把 資料呢 放在雙引號裡面 所以後面記得 如果呢 假如你輸入了 是這樣的一個公式的話 那其實如果 假如等於沒有 這個 兩個雙引號裡面 沒放東西的話 實際上就清除啦 OK 如果你裡面要放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假如我今天要把這個資料清掉的話 有沒有 我現在執行它喔 你會發現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儲存格裡面 就會被丟一個所謂的 空置串 這空置串就清楚 丟到哪裡呢 丟到這個 這個指的就這個儲存格 所以如果我把這個執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執行 你會發現這裡面資料清空了 OK 如果說我今天要把這個底下所有的資料都清空的話 那其實再來就跑回圈了 OK 那如何跑回圈 我們待會再講 回圈的話就是重複的範圍 那如果我假設我要把公式丟進來的話 特別注意喔 請你在這個雙引號裡面 你就把剛剛的這個公式 貼到這雙引號裡面就可以了 那怎麼做喔 這個比較容易出錯 因為我這個剛剛把公式清掉了 所以我再切到前面這個好了 糟糕前面的也不見了 OK 我把這個 這個拉上來也可以啦 它要恢復了 好不好 因為剛剛清除掉了 OK 所以這個是清除 OK清掉了 那我們如果說今天要把 這個公式 所以其實 你可以在底下 再做一件事情 乾脆你就把這個sub 到endsub 負字一下 貼到下面 你只要 如果你要產生一個清除的話 你就在這邊把那個名稱改一下 改成叫清除 因為之前我們錄製劇集已經有個清除了 所以 乾脆改成清除2 所以 如果你執行這個 它就是清除這個公式 如果你執行這個 我是希望把公式再丟過來的話 那我這個 這個再復原一下 往上拉就復原 就是再把公式往上複製 你只要做一件事 請你把游標 放在上面的資料編輯列 把它的裡面的這個 公式複製一下 複製完之後 記得喔 如果你要切到Visual Basic 你現在切不過去 為什麼會卡住 為什麼卡住呢 因為游標還在這裡面 所以記得喔 按一下取消 複製公式之後呢 請你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雙引號的裡面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我將來要把這個公式 幫我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可是喔 會有一個 可能 發生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因為喔 在 VBA本身的雙引號 它是 所謂的那個文字 這裡面是放文字 但是呢 你會發現這個公式裡面也有雙引號 所以如果你把這一串公式貼到這個雙引號 雙引號裡面的話 那會造成一個問題 它會confuse 它想說 奇怪你裡面怎麼也有雙引號 到底這裡面的雙引號呢 是在VBA裡面用的呢 還是公式裡面用的 所以它會confuse 所以怎麼辦呢 記得喔 如果你要把這個公式丟過來的話 它有個規則 請你把這個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一個雙引號呢 要變成兩個 之後呢 再貼過來就可以了 OK 也就是說 以前的做法 就是貼上之後 它一定會出現錯誤 因為它看不懂這裡面的雙引號 到底是VBA裡面要用的 雙引號 還是公式裡面用 所以會 出現錯誤 那怎麼辦呢 裡面你要把 除了 前後雙引號以外的 裡面雙引號 一個要變兩個 以前的話是說 一個一個來改 一個 這個改一個 這個再改 變兩個 一個變兩個 但是我不建議這樣做 這樣做的話 也很容易做錯 我是推薦另外一個方法 後來我想到一招 一定不會錯的方法 就是可以把公式先貼到一個地方 一般習慣呢 會用那個所謂的那個 Windows裡面 應該是要那個記事本吧 附屬應用程式 Windows記事本裡面 一個叫 或者類似這種記事本都可以 你就把這個記事本打開之後 把公式貼過來之後 有沒有 用一個功能 叫什麼 一個變兩個 用什麼最快 取代 OK 一個 幫我變兩個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然後你按全部取代 有沒有 它就一個變兩個 你把它貼過去就好了 應該懂為我的意思吧 OK 所以有時候寫程式 要想 這個我也是自己想出來 以前我是慢慢改 發現很容易做錯 OK 我覺得這個方法 比較聰明一點 有沒有 從此以後就不會寫錯了 好 OK 所以喔 應該之後我的意思吧 全部取代 一個變兩個 有沒有 一個都變 每個都變兩個 然後再把這個東西 複製 貼到哪裡呢 貼到剛剛的這個雙引號裡面 記得喔 雙引號裡面 好 這樣子的話 就OK了 OK之後的話 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是清除 有沒有不見的 這個再把它執行 又恢復了 應該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喔 這個是清除 我用清除2 名稱不要一樣 因為之前 錄字句已經要清除了 如果你又要一樣的名稱 會發生 錯誤 OK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 記得喔 這個公式 實際上就是拿這邊 先把它複製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記事本裡面 這個記事本喔 然後用取代的功能 取代 編輯取代 或Ctrl加H 然後把它 一個變兩個 再貼過去 這樣子 就大功告成 請各位先試一下喔 畫面 再還給各位喔 OK